反賣權不民主 沒有造勢舞臺 只有人人一塊手板 排排站在斗六車站 砍口號講理念 民進黨雲林黨部週日集結 國會改革說明全臺串聯 你們當薪水小偷 完全毫無作用 過去舉著要改革 結果實際上是配合國民黨 民眾自發信寫手板 炮口對準民眾黨 儼然成為賦水組織 二十一號復議案表決前 不只藍綠大拼場 臺灣公民陣線也發生 青鳥將在六月十九到二十一號 重返立院 目標讓十萬人氣勢重新集結 民意不容在野黨立委忽視 國民黨也定調全面出擊 我們現在已經借到青島東路的 有正將借到林申南路的這一段 臺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 阻擋國會改革的聲音 國民黨話胡不成反類圈 民進黨沒有干預 更不會介入 反觀國民黨被動員來的群眾 恐怕只有仇恨 二十一號當天 民進黨強占立院旁青島東路 從鎮江街口到中山南路的路段 國民黨則是成功申請 青島東路鎮江街口到林森南路路段 也包含鎮江街 支持者將隔著鎮江街 盡聲揉搏 針對說為什麼要國會改革 包括說黑心快三 潮濕雞蛋的部分 定會持球對決 禮拜五的時候 我相信絕對不會有所謂的衝突 二十一號副議案表決 雙方群眾沒有緩衝區 藍綠勢必正面對決 警方提前展開部署 國會擴權法案朝野新一波衝突 山羽欲來 三日新聞 張文綺 廖宇德 魏文宣 台北雲林報導